胡锡进老师在广大网友的强烈要求之下 发表了一篇关于联想的看起来不痛不痒的短文 深究的话综合来看还倾向于支持联想多一点 那为何老胡要挺联想的 有人挖出来一个公司 激起之心北京科技公司 而环球时报和联想竟然都间接参股了这家公司 胡锡进是环球时报的董事长 杨延青是联想的董事长 那么这两个公司通过一种较为复杂的股权关系 而关联在一起 有人说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很正常 其实不然 共同参股意味着共同所有 共同控制 共同分红 风险 风担 你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鬼都不信 看似毫无关联的两个人 竟然通过这种关系连接在了一起 真相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动 突然想起了一段电视剧台词 和大家共享 这什么都是假的 黄金白银 那是真的 这你慌什么呀 你看看现在那些违观的人 嘴上都是主业 那谁全是生业 體驻 优优独播剧场—— Forum